叶少爺越冠亨29号下午 获得假释出狱 从台南明德监狱回到高雄住驾 第一件事得先到户籍所在的派出所报道 派出所所长而提面命 姚叶关亨不准在酒驾 因为他四年前酒驾开车 以时速超过120公里狂飙 失控撞车害死同车友人 及沉运的理性妇人 妇人丈夫三天后也猝死 留下当时年仅八岁的许小妹妹 叶关亨假释出狱之后 除了对家属道歉 也承诺将会支付 许小妹妹的学费直到成年 我对于许小妹妹其实 毕竟她父母是因为我的关系 而不在她身边照顾她 我认为我这个责任和义务 去协助她 就我目前能想到也做得到了 我会去支付她的学费直到她成年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 叶关亨获得假释出狱 并承诺支付许小妹的学费 以及帮助其他被害家属 虽然试图展现悔改诚意 但被害家属 面对这个让他们家破人亡的凶手 禁止关了短短三年又一个月 就假释出狱 低调不愿多谈 台南明德监狱表示 是因为叶关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才向法务部交证署提报假释通过 只是叶关亨就假害死三条人命 只做了三年就假释出狱 还能回家陪家人过年 顿照失去亲人的两个家庭 让不少人直呼 人命真的不值钱 记者王家姓 陈生意 陈老虎高雄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